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评测试玩的 是这支美能达的AlphaSuit二代的胶片单版相机 当然它还有一个大家更耳熟能详的名字 就是美能达的A5相机 因为它在不同地区的命名方式是必一样的 比如说像北美地区它叫做Maximum 5 其实它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这支机器我觉得非常适合推荐给胶片新手的朋友们来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和自动 它是一支全自动的相机 自动对焦 自动过篇 自动测光 自动曝光 所以使用起来废片率会比较低 很适合新手上手了 第二点它整体非常小巧轻便 比如说我这支评测要使用的是这支套头的 35105 3.5到4.5的这支自动对焦的镜头 它整体装上以后非常的轻便小巧 很适合携带 第三点这个机器功能非常的齐全 因为它当时发布的时候定位就是一支专业机 所以它有一些专业机必变的功能 比如说像四千分之一码的快门 然后S档 M档 P档这些功能的选择 像ISO的设置 所以这支机器不仅适合新手使用 也适合老手进行一些拓展的使用 那行话不多说 我们就把这支机器带出去 装上5203的电影胶奖拍一拍 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吧 就把这支机器带出去 然后S档张 OK 那以上就是美能达的Alpha Suite II代 也就是A5的一些使用感受以及样片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我觉得这个机器还适合推荐给新手的原因 就是它现在的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单机身一般300块钱以内 然后配一支不错的这种变焦镜头 基本一套设备下来500以内也可以搞定了 然后如果你想再配一些大光圈的定焦的那些镜头 那大家也知道因为美能达这个品牌已经没了 基本上所以那些设备也还是挺便宜的 所以后续的拓展空间也比较大 那关于这套设备具体该如何使用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弹幕里扣一个1 如果多的话我后续可以再录一期这种 类似说明书的视频来讲一下 这个相机具体该如何操作 那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我是摄影师念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不妨多多关注评论转发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